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续加入萝卜 苹果 洋葱 为汤头增加丰甜 用餐时间坐无虚席 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大快朵頤 这家开业30年的老字号牛肉面店 是许多天母人的美食记忆 这家是从小吃到大 最重要还是因为口味觉得 吃了一轮之后是最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面食类的 所以当他们刚开的时候 我就想来尝试 然后一吃了就狡猪了 现代 简约又带点亲民可爱的设计 是老店新开幕后的风格 很难想象一开始 这里是间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店 其实在之前我们在各大牛肉面 不管是台湾很有名的还是其他的 我们就是觉得它始终跳脱不出一种 永远都是可能比较偏比较老旧 或者是人家感觉比较油腻 那我们就会想说做一个明亮干净的空间 颠覆所有对牛肉面的观念 然后开这间店 因为不舍老店要收摊 三个一起在加拿大念书的好友 决定接下仪仗的小店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 只愿让这在地的好味道能够继续飘香 我们所有的基底都还是源自于仪仗他们那边的 但是我们自己有在去调整 葱 蒜 花椒和十几种中药特制的牛油 是业者新研发的独家配方 加入牛肉面里 焦麻微辣的香气 连不吃辣的顾客都抵挡不住诱惑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豆瓣酱味道很多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常常在吃面 对 所以我就是蛮注重这一块的 我觉得他们汤头算是比较扎实 味道很浓郁啊 然后肉也很软嫩 对 然后口味也蛮道地 牛肉面的灵魂在于肉块 牛肉要先泡水 汆烫去除杂质 再削去边角干柴的部分 切块炖煮 但真正要让牛肉软嫩又不会散掉的秘诀 在于师傅掌握火候的功夫 我们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一套SOP在 唯一一个没有办法有SOP 有办法就是照固定程序的 就是最后焖煮这个动作 因为肉的这个部分 只要焖煮多一分钟就好 它就软烂 软烂口感就没有 然后少了一分钟 它又偏硬 客人又会觉得不好吃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功夫厉害的地方 店里热门的豹筋牛肉面是限量贩售 一块牛健鲜只能做一碗牛肉面 牛筋Q软弹牙令人惊艳 一吃就成回头客 我会点牛肉面豹筋 这边最主打的是豹筋牛肉面 它那个肉非常大块 然后筋也非常厚实这样子 最主要是卤得很透彻 一咬就烂 其实带草面也很适合来吃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还是那个牛筋 牛筋真的很好吃 好吃的牛肉面还要搭配可口的小菜 经过卤制浸泡一碗的豆干 海带 咸香入味 是必点的基本菜单 牛肚 猪头皮和花干 则是老顾客的最爱 直接来个综合的霸王拼盘 我们有霸王卤 霸王卤的话它是 所有的小菜都有在里面 然后它还会有一些花椒 所以它的口味是偏重 那如果想要吃清淡一点的话 我个人是蛮建议花干的 因为我们的花干也跟其他店家不太一样 我们的花干不像人家是干干的这样 我们是有加一些高汤在里面 所以它会吸附一些汤汁 所以吃起来是蛮多汁的这样子 不称牛肉的顾客也有其他选择 清爽的雪菜肉丝面 混沌面或红油炒手 都是店里的热卖商品 使用黑猪肉的混沌是每天手工线包 汤底特别加了鸡骨熬制 带有猪骨的香味和鸡汤的浓郁 吃完重口味的小菜和面时 想要简腻 业者也提供自家的手作饮品给顾客选择 百分百的纯蜂蜜柠檬 古法蜜制的酸梅汤 还有招牌红茶及特条奶茶 各自都有拥护者 我会喝他们的红茶 因为他们的茶煮得蛮好喝 我觉得它口味蛮特殊的 跟那种手摇引喝起来不一样 然后后来问才知道是老板他们自己煮的 对料理的讲究体现在每个细节 从食材制成的投入与用心 到对用餐环境的感受 和服务品质 老店新开不仅让记忆中的美味 得以流传创新 也持续拓展出更多商机 店家目前除了内用及外送服务 还推出冷冻真空包 要让顾客随时都能享用 道地的台湾美食